如今的实力派老戏骨当年谁还不是个小线肉呢 岁月蹉跎洗尽千花 让我们来重温那些儿时的记忆 看看这些老戏骨们的电影厨女座都有哪些了 首先我们请出的是1973年生人的段一红老师 他的电影首秀是2003年上映的影片2D 由著名导演王小帅知道 虽然当年的段一红才刚刚30岁 但由于长得过于的匆忙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了不少 艺术电影的特点在这部影片中基本上全都能找得到 固定机位长镜头 缓慢的节奏 波澜步行的冲突 讲述着底层老百姓同命运抗争 但最终又不得不认命的故事 由段一红饰演的二弟 是一个不甘心被命运摆布的偷渡客 他屡败屡战 终于有一天成功偷渡到了美国 但由于跟当地华人老板的闺女发生了关系 并且还生了一个儿子 虽然是同乡 但华人老板还是一怒之下把他给举报 二弟最终被驱逐出境 又回到了养育他的小镇 回来之后的二弟整日无所事事混吃灯死 过着无聊且乏味的生活 后来华人老板带着二弟的儿子回来 二弟这边想见儿子 华人老板那边不让 这也是影片中唯一的外在冲突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什么能引起观众兴趣的地方 影片的整个基调压抑沉闷 所有的角色全程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看得人昏昏欲睡 但段一红却凭借此片 获得了2003年印度新德里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这也为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我们有请迷人大叔张家仪出场 张家仪出生于1970年 算下来今年也都51岁了 由他主演的科幻喜剧片《魔表》上映于1990年 当年刚刚20岁的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鲜肉 鲜嫩多汁一掐一咕噜水 影片讲出了由张家仪饰演的男主人公康伯斯 由于意外获得了一块具有超能力的魔表 从而从9岁的一个孩子瞬间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个头虽然长高了 但心智还停留在9岁的康伯斯 开始了一连串令人啼笑劫非的经历 首先是他父母把他当成了小偷 到学校老师同学也都不认识他 后来因为鬼鬼祟祟 又被负责片区治安的张大爷给送去了派出所 虽然当年的张家仪在表演上略显青涩 但那首《黑猫警长》唱的是确实不错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刘烨的电影处女作《那人那山那狗》 1978年出生的刘烨在出演这部影片时只有21岁 据说影片的导演在去中戏挑演员的时候 一眼就像中了正在打篮球的大二学生刘烨 虽然刘烨很珍惜这次机会 演的也很用心 并且还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金极奖最佳男配的提名 但影片在国内的反响却不尽容任意 据说当年只卖出了一个拷贝 不过这部影片在日本却大受欢迎 这也为刘烨之后的发展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 湖南隋宁县的游地园的故事 就像大多数五位影片那样 影片没有吸引人的强烈冲突 只描写了一对有隔阂的父子兼微妙的感情 虽然影片有着极美的画面和优美的配乐 但由于缺乏商业元素 因此在国内的票房并不理想 或者说这并不是一部为了票房而拍摄的电影 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情怀吧 炎王孙洪雷的电影首秀 应该是张艺谋指导的《我的父亲母亲》 出生于1970年的孙洪雷 出演此片时虽然才29岁 但他和段奕红的情况差不多 看上去比十几年龄要成熟不少 但这种类型的人也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从他们的脸上几乎看不到岁月划过的痕迹 换句话来说就是非常的抗牢 孙洪雷在这部影片中的气氛并不多 主要起到的是穿针引线的作用 不过刚出道不久就能跟大导演张艺谋合作 也说明孙洪雷的演技是被认可的 由管虎指导的《上车走卧》 是黄渤的电影《处女座》 1974年出生的黄渤当时只有26岁 妥妥的小鲜肉一枚啊 有些人天生就是吃演戏这碗饭的 换句话来说就是祖师爷赏饭吃 虽然是头一回演电影 但黄渤的表现真的是令人刮目相看 绝对是一位被唱歌跳舞耽误的影帝 影片主要讲述了两个农村青年到北京打工的故事 虽然出生于青岛市的知识分子家庭 但由于长相朴实接地气 因此黄渤把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小伙演绎的是唯妙唯笑 第一次演戏就能演成这样 不得不说是真的有天赋 当然了 他那张虽然不帅 但是写满了沧桑故事的脸 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王宝强虽然称不上老戏骨 但自打出道至今 整个人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出生于1982年的王宝强的电影首秀 是李扬指导的影片盲警 虽然这部影片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在国内上映 但却在别的地方获奖无数 而初出茅庐的王宝强也凭借此片 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这距离他出演天下狐贼一炮而红 也仅仅有一年的时间 当年的王宝强虽然称不上小鲜肉 也没有什么演技 但他的本色出演恰好很符合影片的调性 而他那张傻乎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脸 在他的演艺之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没有这张脸 王宝强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从小习武的吴京出生于1974年 曾获得过两届全国武术比赛枪术和队链的冠军 他的首部电影是拍摄于1995年的功夫小子闯新冠 作为李廉杰的校友 吴京的成名之路比他的前辈似乎坎坷了许多 在影视圈打拼多年始终是不温不火 直到2015年自编自导的影片战狼的上映才开始爆红 其实吴京在演戏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 虽然是一部功夫影片 但吴京在里面的表演落落大方 丝毫不像出色阴幕的新手 比起现在的某些小鲜肉的面谈脸可是强了太多 从已40年 至今仍身受广大人民群中爱戴的老戏骨刘德华是很多人的偶像 虽然已经60岁了 但看上去顶多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 华仔自打出道以来获奖无数 不仅是影视歌三夕的天皇剧情 也是得意双新的老艺术家 他的电影《楚女座》是上映于1982年的采云曲 虽然华仔在影片中的戏份不是很多 演技也略演清澈 但那又怎么样呢 仅仅这张天然去雕式百看不厌 帅的吊渣的脸就足以秒杀现在的所有小鲜肉 除了华仔的首部电影《采云曲》之外 《投奔怒海》和《上海滩十三太宝》也是在1982年上映的 华仔在这两部影片中的戏份比第一部多了不少 也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在《投奔怒海》中 华仔凭借《祖明》这个角色 获得了第二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演员的提名 这也是对他演技的充分肯定 1957年出生的万子良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老戏骨 在八九十年代的港台影视圈 可以说是绝对的大歌级人物 提携过周星驰 气场碾压周润发 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 万子良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当年能跟他比肩的男演员是少之又少啊 许安华指导的影片《风节》 是万子良参演的第一部影片 上映于1979年 当年的万子良只有22岁 腰杆背直眼睛背亮 一看就是个精神小伙 不过万子良在这部影片中的戏份不是很多 他饰演的出轨渣男 和赵雅芝饰演的角色是一堆恋人 出场没多久就被人给干掉了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给观众留下的印象 从他不多的戏份中我们可以看出 万子良虽然年轻 但已经锋芒毕露了 最后我们聊一位大家公认的小鲜肉 那就是出生于1974年的 莱奥纳多·迪卡普利奥 这是一个从小鲜肉一路成长 为有你大叔的典范 他那张毫无瑕疵的脸 凭借一部《泰坦尼克号》 迷倒了无数的少男少女 泰坦尼克号时的小鲜 可能是最迷人的 但却不是最嫩的 他出演的首部电影《魔晶3》 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最嫩的小鲜 当年17岁的小鲜贡献了 影片中所有的颜值 虽然在演技方面还最显至嫩 但用那张脸撑着 什么演技不演技都不是太重要 说白了我们就是来看小鲜那张脸的 电影好不好其实无所谓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成长 有很多电影和演员 是一路陪伴着我们长大 看着我们喜爱的演员 渐渐的老去 你会不会生出些许的感慨呢